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五眼聯盟國家 宣佈要接收香港人開始 大陸的官媒 每日最少都會刊登一篇文章作出反擊 一方面 他們就批評這些國家 是在干涉中國的內政 另一方面 他們有向當地的民眾講明 若然大規模地接收香港人定居 將會為當地的經濟招致惡果 此外在這幾天 香港人應該會感受到來自官媒的親切關懷 因為這些文章同時也向香港人痛疹了移民的害處 好了 究竟這次又輪到哪一份報紙 原來輪到了《環球時報》的英文版 這次的目標對象是誰呢 就是澳洲政府 《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他們就說反對澳洲政府為香港人提供所謂的避風港計劃 說這樣做只會為澳洲的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衝擊 而衍生出來的問題 將會比很多人的預期當中嚴重得多 部分的澳洲人 指以高質素和擁有大量資產的香港人才去到澳洲 推動當地的經濟 但現實當中 這個只是幻想 不會有結果 而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 對於澳洲經濟已經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澳洲本身都要背負著非常沉重的醫療 失業救濟 和社會福利負擔 而新一波的香港移民去到當地 只會帶來不穩定性 為澳洲的經濟 帶來更沉重的壓力 澳洲是承受不來的 首先 他們嘗試動之以情 遂之以理 搬出內部因素出來 會為當地人帶來負擔 話風一轉 就去到外部因素 這篇文章還說到 香港的問題 是中國底線之一 不應該觸碰 若而澳洲政府選擇繼續干涉中國內政 就可以預期澳洲的經濟 會招致巨大的負面影響 任何了解中澳貿易的人都可以看得出 在香港議題上作出政治挑釁 最終只會承受恶果 說完內部因素就說外部因素 總之就要說到你害怕 說到你對於香港的移民有戒心 說到你不敢大規模地接收來自香港的移民為止 但是似乎澳洲方面不買帳 不為所動 依然顧我 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首先澳洲政府更新了對中國和香港的旅遊警示 他們說 港區國安法的條文籠統 容易使人墮入法網 故此在中國逗留的澳洲人 有被任意拘留的風險 此外澳洲聯邦內閣 將會審議援助香港的方案 澳洲總理莫里森不點名地批評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所提出的干涉中國內政論 而莫里森就說 給予哪些人簽證 有什麼條款 以及可以在澳洲逗留多長的時間 純屬是澳洲內部的決定 他們是澳洲的自主議題 故此 澳洲政府將會就住自己的簽證計劃 以及如何運作 做好自己的決定 而澳洲政府也將會繼續 跟想法相近的國家 就住香港的議題緊密聯繫 很快將會交代方案詳情 即是說 五眼聯盟國家之間 繼續協商協作 如何有效地接收香港的移民 澳洲總理莫里森這番說法 實情是有道理的 中國外交部口口聲聲 基本上有很多議題 都說到是干涉中國內政 但是 一個國家的出入境政策和移民政策 事實上就是主權國家的自主範疇 中國內政策 為何他制定這些政策 又會變成是干涉中國內政 到底中國內政的範圍有多廣泛 是不是煩到 稍為牽涉到中國的東西 就為之干涉了中國內政 如果是的話 澳洲的經貿政策 都是中國內政 若然他對於中國加關稅 又是干涉了中國內政 但是稍有一般常識的人都知道 這是並非中國內政範圍的東西 或者大陸當局真的要教導一下 我們這班香港的漁民 究竟 中國內政的範疇是包些什麼 不包些什麼 是不是 沒有理由其他國家的簽證計劃 又關中國內政事 這樣是講不講得過去呢 第三項的措施就是 澳洲政府正在考慮 要訪校加拿大 暫停和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在野工黨的眾議員 德夫斯 促請澳洲政府 要緊急檢討澳洲和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因為 目前來自香港的居民和訪客 在很廣泛的理由之下 都可以被引渡回到中國大陸 現在由澳洲引渡到香港 是有真實的風險 會進一步被轉引渡 去到中國大陸 故此 澳洲會不會成為 第二個 和香港斷約的國家呢 真是 都不是機會小 說起干涉中國內政這句套語 又要講下來自日本方面的消息 日本執政自民黨 較早前 通過了一項決議 要求取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日行程 自民黨外交小組組長 中山泰秀 跟官房長官菅義偉回面 菅義偉接受了自民黨對中國的譴責決議 將會切實認真對待 但在這份交給菅義偉的決議當中 雖然表明了對於中國定立港區國安法 予以強烈的譴責 但由於受到黨內的親華派所影響 這份決議 裏面寫著請求取消習近平訪問 現在改了措辭 變成了外交小組 不得不請求取消 亦列明了僅僅是外交小組的決議 而不是自民黨全黨的決議 即是說 自民黨內部 都有親華勢力在從中作 日本的態度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至於中國方面有甚麼回應 中國駐日本的大使館發言人就說 這份所謂的決議 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他們強調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的事務是屬於中國的內政 不容許任何國家 組織和勢力干涉 國家安全立法是屬於中央的範疇 這個在世界各國都是通行的做法 至於在大陸也不例外 中方並且指責 日本某些人對於別國的內部事務 說三道四 指手畫腳 進行政治炒作 中方敦促日方有關人事 立即停止干預中國內政 設施維護中日的關係大局 實情真是很難去理解 是不是人家說半句香港的事 就為之是干涉了中國內政 若然是 為何以古巴和朝鮮為首 那73個國家 他們又可以 對於中國的內政指手畫腳 是不是支持那些聲音就可以 反對那些聲音就不行 但是現在看來的情況 就真的似是這樣 那73個國家 去說支持港區國安法 支持一國兩制 既然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的事務是屬於中國內政 那何時輪到那些國家去支持一國兩制 關於那些國家有甚麼事 為何這些國家 是可以 就香港的事務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那這些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那裏 無厘頭 就是一動以支持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那這些又算不算是政治炒作 做人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那個邏輯要一以貫之才行 不能搬來搬去輸打贏要 那時候就是輸打贏要 總之不好聽那些聲音就告訴他 一律歸納為 干涉中國內政 反正在支持你那些 就說到怎樣天花籠諷 這樣說法 那些人會不會服 現在澳洲媒體又傳出了一個消息 說澳洲政府在考慮 要對於所有滯留在澳洲的香港人 發給一個天安門形式的簽證 即是甚麼意思 當年八九年的時候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時任的澳洲總理霍克 就對於所有 當時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 發給了簽證 讓他們永久在澳洲居留入籍 現在似乎 莫里森就想重思顧忌 現在已經在澳洲居住的那班香港人 若然他們還是留學生 或者未曾取得永久居留權 諸如此類 就可能會發給一個簽證給他們 到底這些又是否 牽涉到所謂干涉中國內政 顯然就不是 那個市民本身 他是可以選擇不要的 他是可以選擇回國的 是不是 那怎樣干涉你中國內政 他有得選擇 是不是 如果沒有得選擇 那你還是尚且可以講得過去 如果有得選擇 那就是那個人自己有問題 如果這樣做都叫做干涉中國內政 那你中國干脆阻止所有中國人移民 去外國好過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